不过说到了枪支购买 在美国始终是一个争议性的议题 因为枪支除了可以自保之外 当然它也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社会治安的问题 疫情一旦失控 人性也有可能会失控 那么到时候手上的枪支 做什么样的用途 后果就令人不敢想象了 相较于欧美现在 疫情是全面爆炸 社会知识面临考验的同时间 我们看到台湾在这个世界上面 是相对少数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 在这个时间点如果没有必要 台湾人真的就不要出国了 因为现在只要出了台湾 都是疫区 那么你去了疫区 就有可能把病毒给带回台湾 而这个令人担心的状况 已经在过去这个星期发生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轴 你会更清楚看到台湾疫情的变化 从3月15号这天开始 新增了6例 到了3月16号新增了8例 3月17号新增了10例 而到了3月18号这一天 一口气增加了23例 也让台湾的确诊个案累积 突破了100例 而在这些新增的个案当中 相当高的比例都是境外移入 台湾的边境管制 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封的地步了 指挥官陈时中他说 再不封就来不及了 而且就算封了 也要回溯也要追踪 从3月5号到3月14号 这中间从欧洲入境的 一万六千多人 陈时中说 接下来这两个星期 对台湾来说 很紧张也很危险 不论是自主健康管理 还是居家检疫 请大家务必要配合 同心协力地撑过这一关 3月19号 全境控管的第一天 桃源机场入境走道 排满了长长人龙 全都在等待 把手上的居家检疫表 交给指挥官署人员 出关后的机场大门 又一整排等着搭乘防疫专车的旅客 年延数百公尺 几乎看不到镜头 大概5点多 所以排到现在还在哪 对 应该快四个小时 等了四个小时还没排到车 还有返国民众全部武装 身穿防护衣在排队 欧美等地陆续封国 加上台湾首日实施边境管制 引发大批回国潮 估计第一天就有快万人返台 塞爆古迹机场 但对比两天前 政府还没宣布全面进管时 机场内则是呈现 风雨前的迷进 疫情人员的高风鞋声响 被荡在长廊是无子清醒 放眼望过去 第一行下的出镜大厅 一片空荡荡 原本该集满旅客 旅行团的报道柜台 空无一人 只剩下工作人员交通接耳 这是三月十七号的午后 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又新增实例 境外一路确诊的这一天 出国的台湾民众寥寥无几 机场内大都是外国游客 我们也是收到 昨天才收到说 马来西亚封国 我们也是不让我们马来西亚人 进新加坡 一切来得太突然 计划港上变化 疫情全球大爆发 让旅客措手不及 机场的电子看板上 光是取消的班机就占了三分之二 另一头第一行下入境区的行李提领柱 同样听不到大批旅客拖着行李的声响 现在是下午的一点半 应该航班回来都会有旅客 现在都没有旅客了 出去的航班少 回来的航班也少 六个行李转盘 只有一个行李转盘在动 出关以后 入境大厅内的人看起来相对较多 但这些都不是等待捷迹的民众 而是媒体工作人员大阵仗守候 他们在等这个人 以大家长身份带着李明 开心前往欧洲 但就是这张照片引发众怒 明明疫情严重还率团出国 机舱里面位置都是空荡荡 李长还很开心的说 一人一排自动升级商务舱 大家已经叫他不要去 不要去 这个很像 郑南宫 人家妈祖那个是非常正当的理由 都停掉 你这个 大家还是劝他赶快回来 不要再闹了 多一天就多一次感染的风险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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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长默默放下手边行李 走到媒体替他准备好的采访台 好奇的民众还不禁探头看 到底是采访哪一个大人物 竟然还有专属的采访区 但事实上 这是因为李长从第三集 旅游紧要区西藩亚返国 媒体与机场保全都戒胜恐惧 过去记者看到受访者出现 总是蜂拥而上不断堵麦或连续按下快门 但这次则保持了一到三公尺的距离 甚至机场公司也围出采访区域 各家的麦克风也事先放在台上 记者群全程佩戴口罩全副武装 连媒体采访都那么小心翼翼了 难怪外界会质疑 李长为何要选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期间 带团出国 我不知道我们这次出国可以造成 浪费社会资源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我现在这里先跟大家道歉 对不起 网络上不时的留言不时的批评 说我是为了引一万四出门的 其实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当时三月十号出去的时候 包括我都不知道有一万四这个事情 所以个人自己也绝对不会去领这笔钱 我们医疗院员看的是相当的心寒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面对这个疫情 大家知道以前在SARS 很多的医疗人员 医护人员因为这个疫情而过世 所以面对这个疫情 其实我们的医疗 医护人员防疫人员 通通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害 高度的压力之下去做事的 但是我们也希望 全国人民千万也不要 因为台湾有完善的防疫机制 还有全面的医疗人员站在第一线 就轻忽这个病情 想说哇我要出去玩啊 我马照跑舞照跳啊 我们当初要出门的时候 前第一天政府才宣布二级 很多事情我们都没办法改 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出门 14号第三天 我们收到政府发布西班牙三级的时候 其实当天晚上我就决定 我们就要马上改班机回台湾 林长解释西班牙的旅游警戒 升为第三级后 他当下就决定带李明回台湾 做法上并无失当 为何还会受到外界责难 记者会的最后 他气宿委屈 我觉得这是网络罢 然后 而且 我不知道我一觉醒来 电话一堆 网络一堆 全部都要入网 我真的不知道我做出了什么 网络留言外界谩骂 让他身形俱疲 但出国前没考虑周延是事实 时间拉到3月10号 这位里长带团出国前 其实意大利已经疫情大爆发 宣布封国了 而他们要去的西班牙 同属南欧又临近意大利 其实疫情爆发只是早晚的时间而已 难道不担心团员的身体健康受到影响 甚至回到台湾后 影响到其他人 光一个检测阴性的病人 我们在检测的过程中 就会花掉20套的隔离符 等于全台湾为了一个自己出游的人 又少了20套的防复符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目前如果你是非必要行程要出国 建议还是取消行程 因为你这样可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增加国家防疫的破口 加重现在疫情的负担 最后可能演变成社区感染 就在台湾爆发了 但叶金川认为政府也应付连带责任 应该怪这个指挥中心说 没有及早给民众警示 即使说我还没有宣布他 但是他即将被 他看起来会发展成为第三级 请大家还是小心 但是你如果我去的时候是没有 然后回来变三级 那你要骂我 我怎么知道呢 政府的旅游警示该怎么宣布 考量到外交经济各层面 不能朝令夕改说变作变 因此指挥中心 根据各国台面上的确诊数 与情势发展一步一步来 原本3月15号 大陆韩港澳 韩国伊朗意大利等地区 同同是第三级 日本 新加坡 美国华盛顿 纽约州以及加利福尼亚 这三个州则是二级 那美国要赶快进来 不然美国现在有一堆人 会逃回来台湾 很像带着炸弹进来 那个恐攻台湾 政府也同样看到了 美国的疫情日趋严重 因此到了17号 日本 新加坡 以及美国的三个州 就提升到了第三级 而且还寄出惩戒办法 属于这种明知部分 我们要实施三个方式 就不适用我们的防疫补偿 从上面所产生的一些 相关的这些费用 我们要直接跟他来搜寻 而且我们要公布其姓名 部长你认为现在还不是 禁止入境的时候 还不是 几乎了 就在部长说 几乎禁止入境后的隔一天 他在记者会上宣布 要扩大到全面监管 另外19号起 美国也全境提升至近几乎禁 所以我们也宣布 非本国际人 几率限制入境 那最重要是 不管是本国人或非本国人 人只要是入境 难过疾病 要虚假检疫14天 台湾进入到半锁国状态 为什么会走到这个阶段 主要就是因为从三月中开始 境外移入案例 日欲保增 这名北部一所高中男学生 一月中就跟家人出国到希腊 直到三月五号才回台 一口气新增八例确诊 再度破单日新高 按六十是中部二十多岁女性 二月九号到三月十一号 到意大利 希腊和德国 前一段时间应该是四十六例期 一直到现在都是境外移入的 所以目前来讲 我们这样的一个管制 在台湾内部来自来讲 应该还是稳定的 因此限制外国人来台 就能堵住主要的破口 那从外地返国的台湾人呢 总不能不让他们回来吧 根据统计 目前在海外的交换升级留学生 多达七万一千多人 随时欧美各国 不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台湾留学生开始出现逃离潮 感觉西班还不够吃钱的 OK OK 所以你转机转了多久 一千多吧 回到台湾的感觉呢 心安 这就比较心安 就算转机转再久 也要回到故乡母海报 还有海外学生坐商务舱 头等舱 买载载的机票 也要回到台湾 但相对应的是 不过国内的感染病例 从15号以后 接连出现留学生确诊 那我是巴胺 是我们在西班牙的留学生 那回来以后被确诊 3月18号新增了23例当中 也有一名是从美国纽约回胎的留学生 以这个发展情势来看 要是海外生的确诊数再度增加 势必让疫情处备中心让假都能 国外就没什么人在戴口罩 然后过海关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任何方式的事 的确回国的民众都感受到 一下期入境检查的关卡变多了 不管你从哪里回来 只要入境台湾 就必须填写这张居家检疫通知书 写下你的姓名电话 以及居家检疫的地址 又是有人不时填写 会被处以最高15万元的打还 填写完毕之后 民众就带着这张通知书 走过旅客检疫站 经红外线测量体温后 如果超过37.5度 就会被带到机场外的这一座 临时检疫型的筛检站 如果你的体温正常 就排队把居家检疫通知书 交给机关署人员 他会把你的资料 登记到电脑系统里 接着民众的手机 会收到一则简讯 按下连接就会出现你的 入境居家检疫申报凭证 你就能利用这个凭证通关 旅客入境之后 连如何从机场回到居家检疫地址 也都有限制 为了避免这个 从疫区回来的旅客 那搭乘大众医书系统 所以疫情指挥中心这边呢 就规划了这个防疫专车 就让你可以单独去做 这个租赁车或计程车 那这样子的话 可以避免你去造成其他的影响 我们在填写的时候 都会给我们一张图 告诉我们在一行二行 要怎么去找防疫专车 然后我们根据他的指示 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找到防疫专车的柜台了 接着柜台人员会引导你到大门等候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排队 计程车就一般一般的在这里 你好一位吗 请问你从哪回来的 欧洲 欧洲 是那不好意思我们先消毒一下 那请问你有居家检疫的单子吗 有那我们三种其中一种 那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要先帮您消毒一下行李跟忍可以吗 不好意思我们要消毒鞋底 来另一只脚谢谢你 好OK我们请往前走 那我们去填一下资料 旅客他如果过来的话 我们会有他的航班资料 他的姓名电话跟居家检疫的地址 那如果说我们这张纸上面的居家检疫地址 是跟他写的不一样 我们还会再做额外的登记 地址仔细核对 每项细节都不能马虎 当你的手机号码登入到政府电脑系统的那一刻 你已经被复离 居家检疫者 如果远离了你填写的地址就会立刻收到简讯警告 请尽速返回 防疫是同作战 政府的政策命令还需人民配合 才能打赢这看不见的敌人 好我们刚刚看到这些画面 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这些机场的检疫人员 他们每一个消毒的动作都做得非常的确实 而且非常的仔细 这些动作他们每天不知道要重复上百次 上千次而且他们嘴巴还不断地说着不好意思 但其实我想说该说不好意思的是我们才对 谢谢所有第一线非常辛苦的检疫人员 他们帮我们守住了最重要的防线 而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刻安定了人心 就在3月18号节点台湾的确诊个案突破了100例 防疫指挥官陈志忠同时宣布所有外国人限制入境之后 我们看到了下班之后呢 大卖场出现了什么情况 出现了大批的抢购人潮 包括是泡面罐头卫生纸等等 统统都被一扫而空 显然已经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恐慌了 不过行政院表示市场的供货状况都在监控当中 而蔡英文总统也说出了重话 凡是囤积物品 哄抬价格人都将重罚 而事实上面对未知的恐惧举世皆然 世界各地呢都有一群人 他们始终相信会有世界的末日那天到来 所以他们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们的行为也许都曾经被嘲笑过 但如今看来 他们似乎才是先知先觉者 看似不起眼的冷战时期地下碉堡 一度成了废墟 不过有业者看准末日商机 将这里化身豪华避难所 美国网红好奇去拍开箱文 用镜头带您参观内部设施 豪华大厨房高档视频设备 健身房等宛如来到超级豪宅 业者更把避难所打造成 度假中心 生华避难地下碉堡 让买家享乐之外 最基本的是不用担心肚子饿 末日商机脑筋还动到这辆科技感十足的装甲休旅卡车 标榜世界末日来了也闷驾 车子会自行制造氧气更有强大防御力 末日来临危机还出现在末日准备者身上 他们早就做好万全准备 他在地下室准备了多达七个月的食物 像做小型杂货店 饮用水也不成问题 因为曾经遇上火灾 拉海斯开始了末日准备计划 常常被笑太夸张 而这位老兄架设个人战情室 包括天线和二十几种通讯器材 纷纷秒秒监控各地情况 另一位家庭主妇 住家仓库堆满成千上万个口罩 跟一大堆的卫生纸 囤货比卖场更夸张 尽管有人觉得末日准备者太离谱 但对他们来说 做好一切防范才能安心 这张漂亮的节目呢 其实就是把现在地球搞成 一团乱年病毒的基因演化术 这是旅美的台湾科学家林青勇 他用人工智慧所画出来的 新冠病毒的基因演化术 我们可以看到这每一条线呢 其实都是每一组病毒 它的传染停进 而其中又以两组 它的传染力最强 而其中一株呢 是在亚洲 它传播一个月之后 变异成另外一支病毒 它传进了美国华盛顿州 另外一株病毒株 则是在一月底传进了德国 紧接着就在意大利 引起了大爆发 图片里的点点光芒 仿佛是黑夜里的星光 有绿 有红有白 每一个光点都能拉出白色光芒 所有光芒串联在一起 像是夜空的烟火绽放 这张图片的作者是台湾AI科学家 林青勇的新创公司 所绘制出来的新型冠状病毒 基因演化术 美丽图像的背后代表的是 这一支病毒的超惊人变异与演化 红点代表的是一个完成基因定序的病毒 绿点代表的是一群有共同基因序的病毒组 白线则是每个病毒的关联 截至3月11号为止 这支病毒在世界各国已经可以分离出 将近400株的病毒株 不仅早就跟武汉原始病毒株不同 变异的过程让这支病毒变得更加难以捉摸 它现在已经很强了 它现在的感染力呢 已经不输流感病毒了 那流感病毒现在是公认人类 完全是经过100年无法对抗的病毒 如果它跟流感一样厉害的话 其实我们对我们来讲就很吃力了 轻症的人或没有被诊断出来的人 它的整个疫情战的贡献比到8成 有症状的人 症状比较明显 它的贡献只有两成 所以大部分的感染是来自于这些 没有被你认出来的人 它可能是你没有把它诊断出来 或者它症状不严重 所以这就是这个病毒很难预防的原因 这支病毒 它喜欢躲在你的下呼吸道 你的肺 你的气管 这些地方是采集筛减难以触及的地方 因此一旦引发重症 往往都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很难过 全身都是热的 内脏 腹腹内脏都是热的 然后这个呼吸也是比较困难 这是SARS病患和武汉肺炎患者的S光片 肺部白白的一整片 代表的是大范围的发炎 尤其是武汉肺炎患者的肺部 就像是被大量果冻般的粘稠物给塞满 跟溺水一样 可是因为目前没有特殊的药物 目前只能用支持性的疗法 就是给你氧气 给你水 顾好你的血氧 顾好你的心跳 呼吸 血压 然后想好让你活一个礼拜 因为活一个礼拜以后 你免疫反应会上来 开始清除病毒 所以第一个礼拜到第二个礼拜是关键 你要让他活过这段时间 活不过去的人就死掉 活得过去的人就有机会可以存活 台湾在防疫的表现 赢得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赞扬以及仿效 除了美国再来协会 已经宣布了江汉台湾合作 共同开发疫苗之外 欧盟也宣布了江汉台湾的中研院合作开发 在这一场防疫大战当中 所有台湾第一线辛苦的防疫人员 是他们的努力让世界看见了台湾 电影中引发末日灾难的KV病毒 是源自于人类之手 但是人类改造病毒 并非只是电影里的想象情节 其他的冠状病毒都少了四个氨基酸 等于我们多了四个氨基酸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是自然演变 自然演化所有产生的 我们不能说没有可能 但我们必须说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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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讲 如果你有能力做病毒的 这个国家 理论上你实验室管理一定是很好的 应该不会露出来的 假设真的有个国家把它做出来 实验室管理又很差 那就会产生今天的状况 可是第一个假设 其实目前没有被承认 因为大家不觉得是有一个国家 真的把它做出来 无论这一支病毒 到底是不是实验室出来的 也不管它的起源到底是哪里 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抢在这支病毒造成更大危害前 阻止它继续肆虐蔓延 就像是为了找寻疫苗跟药物 躲在地下实验室里 利用被感染者来做实验的电影主角一样 全世界也都在找寻治愈武汉肺炎患者的办法 打下关键的这一针 就是全球抗疫的重要强心针 为在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华盛顿州 这名43岁的女子珍妮佛 正在接种武汉肺炎的疫苗 幸运我现在的健康 我没有太多关系 但我认为这不是只有我和你 而是如何影响全球的影响 所以我正在想做我的事 留在家里 留在家里 武汉肺炎疫苗的研发人体实验 三月中在美国正式启动了 这一剂西雅图医疗中心联发的疫苗 未来的几个月 将会替45名18到55岁的志愿者接种 观察有没有发生对抗病毒的免疫反应 如果成功 最快也还要再等八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才能上市 台湾身处这一波全球疫情中 除了自身防疫做到位之外 台湾防疫经验也成了世界各国取经的对象 美国AIT在台协会3月15号 在社群网站贴出声明 宣告台湾美国在接下来 对抗武汉肺炎病毒的路上 成为彼此盟友 为共同对抗源自中国武汉的 新型冠状肺炎病毒 台美双方将进一步强化 台美智商与合作的机制 这张照片是台美地结同盟的关键记录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跟AIT处长丽英杰 共同署名发表台美联合防疫声明 台湾跟美国将一起研发武汉肺炎快筛试剂 以及疫苗药品等等 并且分享战略物资 希望在这一波全球疫情下能够安然度过 台湾向在畔合 民进言咱们 无畅监 台湾 quelqu tril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